主料,肉性150克,面团200克,主料,花生油30毫升,盐一勺,生抽一勺,蚝油一勺,五香粉3克,姜末一块,蒜米3克,葱末5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做好的肉馅内加入花生油,生抽,蚝油,五香粉,姜末,蒜末, 把放了味的肉馅搅拌均匀,葱切成葱末备用,新方好的面团拿出来再揉一下分成大小差不多的圆剂子,把圆剂子改成圆的大饼,先放一层肉馅铺均匀,再撒上一层葱末,在饼子上边切两刀,下面切两刀如图,把最右边上下两块都在中间折叠,折叠好后再往左边折叠过来,按同样的方法,把整个饼都折叠起来, 再把折叠好的饼按便擀成薄一点的,锅内热油后放入擀好的饼,小火慢慢煎到两面发黄就好了,烹饪技巧,煎的时候用中小火慢慢煎就可以了,等到两面都焦黄就熟了,虽然里面有肉馅但是放的也不多,也很容易熟的,不用担心不熟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